这盘棋的胜负完全可能改写 接下来,杨冠林是走的,马八进气 黑的是走的,向山进湖 走成现在这个局面以后,红的应该说有几种选择 一种很多业余的象棋爱好者,非常喜欢走的,就是马七进六 这样的,黑的就马一进三 红的,如果炮八平齐 这样,黑的就炮八平五,打冰一将 你不能够吃炮,因为这边要抽局,你只能上市 这样把两个局兑完以后,双方的局都在错了一步的情况下 吃掉局,他回马,从这个缩度上来说呢 是红的要吃亏一步 所以说,这样的走法 这个作为特级大师的杨冠林,他肯定是不会选择的 还有呢,就是炮八进二,这个时候是巡河炮 那么这个时候,巡河炮,黑的就不可能再走马二进三 黑的就肯定会利用红兵进一以后的这个局面 就直接马二进四,或者周三进一弃兵 拆了他这个巡河炮的架子 你如果兵器进一吃我的拙,那我再马二进四 这样呢,红的这部炮八进二这部旗呢 效率就降低,或者是 通俗地讲就是掉分了,掉价了 那么我也起到了这个战略上的,达到了战略上的目的 所以杨冠林没有这样选择 他走的一步旗,确实我们当时象棋界分歧很大 这个保贬不一的这一步旗 就是他当时如果走的是再走泡八瓶九 那么黑的就会四四进五 他如果巡九瓶八,我准备是泡一瓶三 这样他如果巡八进八,压住 那么黑的我就准备逐三进一 他如果马七进八,跳出来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先吃兵 他马吃兵,肯定黑的要输 因为这边巨马,可能要丢个字 但是当时我考虑过,就是这样的情况可以先走 泡八退五打巨 等你居八退二以后 我再走做三进一 那么你载马八进九 那么我就可以泡三进七,打向一将 红的只有四四进五 那么黑的再马二进三,或者再马二进四 这个棋都是黑的占优的局面 所以杨冠林也没有这样选择 这个形式,杨冠林是选择了一步 当时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棋 他走了一步时,泡八进七,打马一将 那么黑的只有吃了 那么红的是居酒瓶瓶瓣 这一步棋,从理论上讲 红的这部炮,打马,邦,黑棋出了一步居 那么红的是浪费了一步 那么从一般的普通的常识来说呢 这步棋肯定是不可取,好像是很熟的锁手 就是围棋上叫锁手,象棋上就是等于不是正兆吧 但是杨冠林打完马以后,马上出去,连着这个炮 所以这个棋里边的味道就不一样 因为他虽然这边亏了一步 但是他造成了你这个狙炮 没有东西保护,没有只保护,狙炮脱根 也是有一个弱点,造成你一个弱点 他是亏了一步,应该严格的来 现在的眼光来分析的,还是说是相当 但是当时呢,很多人是认为 杨冠林这部棋好像是造成了失败的原因 应该现在回过头来看呢,应该不能够这样讲 应该说这部棋还是有相当的道理 不能够说就是走错了 那么现在走成这样,黑的毫不犹豫 不能够给红的再狙八进五或者八进六押住这边 那么这边的狙炮等于是不能动 所以黑的只有走,炮一进四 在空间上,这个炮只能最多进到这里 你多进一步,对方可能会抓你,你就白走 所以他炮一进四 走成现在这个局面呢,从十几二十几年 或者将近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呢 走成现在的形势呢,红的可以选择的走法呢 还有可以说有三种 一种就是马上退役 马上退役,抓炮 那么黑的,如果炮八平五抽僵 那么就看起来是抽居 实际上这个上当 因为红的可以炮五进四打兵 反僵 这样,这样你如果吃了我的炮 那么我就吃你的锯 你如果再逃炮,它锯,守住 你这个空心炮将不死 所以不能吃炮 你不能够吃炮,这样一反僵 你如果不是给它吃完锯,这个黑的就丢个纸 所以这步骑呢,抓炮的时候呢,不能够打僵 不能打僵,你如果是走炮八进一 这个打这个马,那么红的再走马去进六 这样的结果呢,你使你这个炮如果再进 它再走马一进三 这样这个腾螺呢,红的这个机动的余地比较大 但是,你回这个马的时候呢,黑的可以走 炮八退五 这步骑比较寒血 因为你退了这个炮以后呢,你这个锯没有跟的这个缺点就可以利用 假设你红的,抓我的马,那么我正好可以炮八平耳打锯 那么你只有吃锯,那我就打锯 打锯以后呢,红的你退锯抓马,看起来是抓马,这边抓炮 但黑的正好,炮二平起,又保住这个马,这边的炮又交给锯宝 这样,红的反而捞不到任何便宜 反而给黑的白吃了一个病 所以这个结果呢,杨冠林当时没有这样走 还有一种走法,红的还可以选择,G二进一 这G二进一这步骑也非常厉害 他因为下一步他有G二平八,准备G二平八过来 那么你只有打他的G,G二进三打G,然后他G八,进八,吃你的G 这个抓住你的炮,你躲开,他退G,把这个炮抓死 这样,黑的这个炮就抓死,就刚才讲的,红旗的杨冠林,他用这个炮换马,吃亏一步骑 然后从战略上造成黑的G炮脱根子的这个裸点 那么G二进一呢,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连续手段 对付这样的手段,以前很多骑书或者很多骑手都觉得G八进五 进居可以返先,因为你如果G二平八照样来抓 那我就G八平三,吃你的兵 你如果吃我炮,我也吃你,你炮如果跑开,或者马跑开 我这个...